俗话说,生活不仅眼前的口前,还有时和远方,要是放假,要不出去走走,可是高速赌赌赌赌,到处都是人人人。 好吧,咱还是待在家,吹春风,长闪花,经济鸟鸣,闻闻花香吧,自然指令人类,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,而花园作为自然的缩影,更是人类在住所的梦想配置。 但是,德国有的诗人说过,拥有一座自己的花园,就如同拥有整座大自然一样幸福,在武汉,就有这么一群人,为了心中那个花园梦,他们在自家的阳台,屋顶,露台,开辟出一个个绿色港湾,就在这帮小天地里,他们打造了一个小型的生态乐园,通过这样一种形式接近大自然,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,花园家庭。 花园家庭,什么是花园家庭?你要是问我,我会告诉你,就是家中有花,生活有花,每天都是笑哈哈,当然了。 还有着从养花小败,到养花大人的养花经历,还有着开启养花之旅不一样的故事,花园家庭是一群魅化了家园,魅化了生活的发食者,还是旅行衣物之处尽责的绿色大人? 是我们想绿色,做生活里面的街行者,他们不仅爱花爱露,还将更多的绿色传递给身边的人。 以梦林的花园阳台,成为客的屋顶花园,牛琼华的鲜花小院,李新芳的庭院,夜营的一帮阳台。 也许他们还不是正式的花园家庭,但他们的养花故事依然值得分享。 什么?你也想加入,可是还没有花园? 不计,只要你有一颗绿色的心,花可以慢慢种,生活也要细细品,只要有心,花园梦就一定可以实现。 先来看看武汉花友们的是各样的花园,你想要的这里都有,林阳台花园,张旭永阳台。 张旭永的家,阳台内外都是绿,窗里窗外都是景,他每天早上起床第一电视,即是去小区遛狗,然后回家弄花,在绿意中开启每一天的美好。 二十年在小小阳台养花种草,愣是把这一帮阳台变成了一个美丽花园。 冯叶景阳台,冯叶景家里有两个阳台,他就利用这有限的空间养花种草,圆了自己的花园梦。 冯叶景的花园最大的特点是利用家里的垃圾来给花草失败。 环保养花,清洁干净,他最喜欢在夏日的夜晚,坐在阳台花园的躺椅上,眼望天空,闻着花香,感受喜喜凉风。 回回往事,李立霞阳台,在李立霞的家里,家庭人已延续了十几年,以前是外公在打理花草,后来变成父亲接受养花。 现在,他也爱上了养花,家里的阳台上种满了花,尤其是那一场的牵牛花腕,就像是一道绿色布布,阳光下那点点盛开的花伴着微光。 晚然是满天的白星,令人满目生辉,心旷神怡,零二屋顶花园,曹世君屋顶。 多年来,曹世君一直在屋顶养花,二百平的空中花园,四季有花,花果飘香,御御冲冲,俨然一个小小植物园,一年四季,总是神迹而然,周围邻居推创建律,既美化了小家,也绿化了大家,成了都屋顶。 在距离武汉市区四十公里外,有个月季达人,他叫陈文都,从三十多岁里养花,他最喜欢月季,一养就是几十层。 不仅屋顶摆满了花,家里的楼梯,走道,房里都摆满了,他说,漫花色,五彩兵纷,观花态,千角百味,闻花味,灰色突鼻,看着满屋子的花草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惬意,光被问屋顶。 光被问是一个老兵,他在自己的屋顶藏了一片绿,他与花园的故事说不完,他对花的神气爱意,都体现在随风摇曳的花朵上了,那么柔软,那么旺盛,又那么可爱。 一番露台花园,古万侧露台,万千花草亭种,养花人的喜好不同,于是,花园便有了千丝百态的美丽,在古万侧家,楼上露台,天才是他的乐园,房间外的阳台便是女儿的天下。 他爱养花,女儿爱多肉,养花没有再够,只要多一份理解,多一份相互欣赏,陈凤兰露台,他有过敏性体质,却依然爱养花。 他抱了花灰般却更喜欢自己的一套土办法,他坚信,书是死的,花是活的,一百多瓶的大花园,这是明眼的花朵,五彩缤纷,叉嘴烟红,在阳光下灿烂生辉,公民松露台,只是一个经过,一皮之间,无意间看到老旧的单元楼之间,又一处绿仰然,一排排草木的景错落有致,公民松坐在板凳上, 静静的看着眼前,这些通过他自己吸饶汗水换来的点点绿意,享受绿色的美妙,张翠兰露台,买露台的植物,都是老爸生前亲手在种起来的,对张翠兰来说,植物不仅有益于居家环境,也是一种陪伴,一种寄托,照顾花草,生活很充实,老人的心里,也一直都是满足的,林寺庭院花园, 姚中信庭院,五十年的老之书,根与地标是花园小院,出于对绿色的感情,对家乡的感情,姚中信的院子歪歪,整整一圈都是各种花木果树,度院四季长青,鸟与花香,成了小春一景, 青红玉庭院,青红玉的院子又铁栅栏围起来,大约一百多平,中有树顶峰,椒兰,橙子,琵琶等,她的性格直爽,对于邻居所虑,她是有求必应,在她的带动之下,周围的几户邻居也开启了绿色之路, 李建华庭院,养儿养孙,养花养草,退休之后的李建华和老爸,一起养护第一月子的花花草草,还要带着两个可爱的双胞胎孙女,对于植物的爱,耳濡木染草,孙女紧迷不挪脚,花儿开了,孙女儿乐了,老人笑了,看了这么多美丽的花园, 你的内心是不是已经沉沉欲动,只要有梦,家里的任何角落都可以是你的花园,在这里,城市中的吵杂不在,取而代之的是清晨的鸟叫和剩下的蚕蜜, 城市中的伟气不在,取而代之的是芬芳四溢的淡淡花香,在这里,可以放空自己,可以感受大自然的美好,就算不用出门,也能美滋滋的过完一天,蔓延芬芬惹人醉, 入入清风大宋香,2018年花园家庭即将开启,想让生活亮一点,想让心情费一点,那么,加入花园家庭,打造一个独主于自己的花园,即使宅在家,也能美发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